編主廷,你好 委員早安 早上是去宣誓就職 是 所以如果剛宣誓就職 那麼這個時候可以 相關已經送到立法院的法案 或是可以過去 已經存在的 這些司法院的弊端 恐怕對你確實是苛責 但是你既然要跳進火梯 你就要這個試煉 要做大篩的東西 獨房熱 獨房燒 所以我還是要提出 司法院的相關立法 跟改革的一些 相關的這個做法 相關的這個質詢 那麼你們在 秘書長提出來的這個報告 立法計畫報告書裡面 有提到一個部分就是 公務員懲戒法的修法 那這個公務員懲戒法修法 你們的重點 大概有條列的 那麼這些重點裡面 大概我看 比較大的一個改變 是正列的一些懲戒的法則 處罰的方式 你能不能先說明一下 公務員懲戒法 現在運作上到底碰到什麼問題 在運作上面就是那個 懲戒的這個原因方面 因為它是 目前我們懲戒的原因 現在是修正以後呢 它就是比較有 具有規則性的話 懲戒的原因方面 公務員的行為 必須因為執行職務 違反法令 待遇執行職務 或其他的失職行為 或是非執行職務的違法行為 導致嚴重損害政府的信誉 而且有其他規則的話呢 才加以來懲戒 對於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的公務員 認職的 認職的時候的違反 你再退一拜 我再看一拜就好了 對於那些退休的 或其他離職的公務人員的違施行為 沒有去究責的 還有像軍職人員的部分也沒有 隸屬不同的機關的話 移送的那一部分也沒有 懲戒案件 還有像那個 如果要有公法欺負的話呢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追究他 要陪那些 那我們就是加以這些 你可能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所以也不用這樣勉強自己 不了解就說不了解 整個公務員懲戒法現在碰到的問題是功能不髒 就司法院來講就是功能不髒 因為現在要管理這些相關法官的違法施職的制度 在公務員懲戒法裡面 是碰到了障礙 碰到了障礙 我請問一下秘書長 你要確定一下嗎 你要確定一下嗎 原來有停止任用 停止任用 現在我們測了幾個法官的職 已經測了幾個法官的職 我請我們的幕僚好不好 因為我跟委員抱歉 你們要贏回民間社會對司法院的信任 所謂的政極 政極現在雷利風行 政極專案 我念幾個case給你們聽 那我現在要知道這些case到底這些法官跑去哪裡 這是沒有嗎 秘書長 是 這個是你們匯編的 工程會匯編 法官檢察官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懲戒的議決書 從民國八十年一直匯編到九十八年 就是去年指 今年的資料我一直找不到 那麼 這個 將近十九年二十年的這個時間 你們這些法官 裡面有受撤職的 大概都有把它標記出來 還不少 還不少 休職 撤職 那裡面很多原因是非常離譜的 把它唸出來的話 說實在我們整個司法院的法官會受到這些害群之馬的拖累 後期喝火酒的 喝花酒白吃白喝還照季 後期跟特種行業八大行業地下錢莊 共同經營的 有那個 關說 最近關說案 也被被扯出來 裡面 也有一大堆 關說 然後關說不成 還罵這些不受關說的同仁 法官 或是檢察官 怪胎 罵他怪胎 罵他不上道 好像是黑道在辦事情一樣 還有咧 這個裡面 甚至自己賭博 而且不是一般的小賭儀情 是一賭一百多天 那不上班的 那這些裡面 有撤職 撤職以後 停用三年 撤職然後停用三年 有這個 休職三年 五年 有 這個休職 那最多的大家都記過啦 申戒啦 這些 這個情況 那我要關心的是怎麼樣 這些受休職撤職 然後期滿以後 他還是回來看法官啊 這種行為啊 不要說法官啊 連一般公務員啊 連一般的公務員啊 勒 勒 勒 三百六十五日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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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回來幹法官啊 你這個 這個整個這個懲戒制度啊 懲戒制度確實已經造成 民間不信任司法嘛 你說要透明 你們世息要透明 你們要怎麼透明啊 對勒 那我現在還是請問這個問題啊 你們到底從司法院開辦以來 撤掉幾個法官 撤掉幾個法官 最近十年我這邊的紀錄齁 最近十年法官移送懲戒裡面 我這邊有十八年的紀錄啊 你這邊只有十年 從八十八年到九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移送懲戒一共四十三人 其中撤職停止任用兩年的是兩個人 撤職停止任用一年的四個人 休職三年三年一個人 休職兩年一個人 休職一年一個人 那這個目前撤職以後 停止任用以後沒有再回任的紀錄 沒有 沒有 所以這就是 依照法官的在任的作業要點齁 曾經受大過以上的行政懲處 或依照公務員懲戒法 受紀過以上的懲戒處分的話 也不能夠有這樣的紀錄 也不能夠再回任法官啊 休職是比撤職還要更這個嚴重 就是次第二個嚴重的 對 你知道懲戒法裡面有規定喔 休職期滿之後 應準與負職喔 啊 應喔 那你現在是讓他怎麼樣 不讓他回來當法官呢 那就是依照這個法官在任作業要點裡面齁 這樣的一個規定啊齁 曾經受 紀大過以上的行政懲處 或是依照公務員懲戒法 受紀過以上的懲戒處分啦 休職是大過以上的話 這個是可以再回任法官的 不能夠再任法官的 你煮了就算好了 你忙欸 上青菜觀光的這個都列入國會紀錄的 但是目前的紀錄齁 不公開 所以我去找資料是很痛苦的啊 找不到什麼資料啊 你現在講說 休職 撤職以後的法官 從來沒有一個回任 再復任的 再復任的 再復職的 沒有嗎 沒有一個嗎 沒有 欸我們 欸 我請人事處長 跟各位 跟委員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還是要請懲戒廳啊 啊 懲戒歸懲戒啊 負職歸負職啊 負職不是懲戒這個委員會管的啊 要不要請那個 要回任 但是 人事處來來來來來 請那個人事處梁處長來 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在撤職的話 是剛才秘書長所講的 不能回任 休職的話 現在是要回任 但是依照現行的規定 不是一定同意他回任原有的法院 休職 休職有沒有回任的 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 幾個 我們目前沒有這個完整的統計數字 但我們了解是有回任的 來啦 我特一個休職的case給你聽 這是民國九十年齁 懲戒委員會建制第九三一八號 有一個法官這個裡面都保護他們 所以是用假圈圈 假圈圈這個法官 假圈圈這個法官 他在這個任法官期間 赴台北市紅龍什麼餐廳 然後呢轉到一個什麼聯誼社去KTV唱歌 然後金酒店大班 丙丙丙丙丙丙 安排花明彩虹 知丁丙丙等多名女子坐台 然後呢同日二十三十三十分 就是到了半夜 由這個別人幫他結帳 然後買了這個彩虹 丁丙丙丙丙等多人啦 五十節的坐台肥啦 五十節啦 五十節一節多少 四十五十節 五十節的齁 阿聯仔呢 哇這樣就去又三拖 聯仔去Pia Lomba消費